就在国内技职教育受到大众认同之时 许多学校却受到了会考新制的影响 流失许多优秀的学生 就连以往最热门的学校 台东专科也无法避免 我想虽然我们考试的制度改变了 但是我们还是依循这个传统 这次师榜的情况跟以往 我想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说因为我们制度刚转换 所以说我们本来在外地生的比例 和本地生的比例 外地生大概四成到五成之间 但这次由于作业的一个改变 我想很多考生他可能会担心 没有学校念 所以可能他就开始在高中子的时候 他就开始去做了很多登记 导致于说我觉得这一次五专 大概外地生来报到的名额 比以往差了很多 台东专校的学生向来表现不错 一直受到业界的肯定 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毕业 参与科的学生 食品科的学生 在毕业之前其实都已经有很多企业 就来跟我们预定 希望我们提供一些毕业生 到他们公司去工作 奠基的水电 线路的配线方面 加上我们台东本来就是一个 原住民文化很蓬勃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文创业 还有我们的园艺 其实都有很不错的表现 全台各个县市 因为新制度遭到超额比叙 高分落榜 或者是登记不进理想的情况 相当严重 考生们不妨朝向未来就业计划 选择真正符合志趣的学校 避免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 才是更切实际的做法 东台新闻 吕宜清采访报道